我現在就在西瓦的這個古城裡 傳說中最古老的清真寺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清真寺目前還在使用中 然後不知道它是有多少根柱子 新舊交替 每一顆柱子花紋也都不一樣 承載了這整個清真寺的大樑 這個光影打過來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後包括可以看到這個清真寺的木製的這些花紋 從頂刻到了底 而且每一個花紋可能都代表了一個故事 有一些太老的話我已經看不到了 還有一些正在新舊交替中 一些支撐不住的當地人可能也就把它翻新了 整個清真寺中間有一個大的玻璃 玻璃窗 有兩個有兩個大的玻璃窗 這塊這個是唯一清真寺採光的地方了 陽光順著這個玻璃窗可以這樣透下來 這是另外一個玻璃窗 玻璃窗下面種了一棵 我用一棵樹 頂上面也是有點泛泛黃 泛紅了 可以看到這個陽光 然後只有一片草地 我帶你們看一下內部的環境 這個清真寺呢 也叫做星西五清真寺 它是始建於十世紀 它沒有傳統的那種圓頂森花板 而且它的屋頂也是 坐落在一個一個這種 雕花的柱子 高度大概都在四五米左右 就像一個博物館 看到很多旅行社的人過來